我们不可能打一辈子球 你就没想过 当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吗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 你就应该知道 我们早晚会碰到 我们躲不掉的 来 我没有说过什么 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该做的是一分一分 给我把球咬回来 告诉我什么 咱们三十年朋友了 就一天是对手 我十六岁进的排出队 这强调呢 每一个球运啊 就是以前那帮傻姑娘 一个球一个球给凿出来 那时候我们打球 那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但我们心里边有这个 没有我心疼的 可是他们不信呢 他们说我们永远高不过俄罗斯 也跳不过巴西 也没有塞尔维亚跟意大利的力道 现在你能给大家带来展示的希望 我郎平从来不撞 我都是玩真格的 排球不只是我们的工作 还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我不管别人还是不是需要中国 我需要 我永远都没有 他们在对手 澐国小姐 所以看起来 那我们有一个 信心吧